Leo聊四季 天鹽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騎兵單位會自己回血 那這個能力人連馬功能也可以獲得 那這個效果讓他在初期的封建時代 落馬可以回血的效果 可以去藉由換血跟對方落馬互打 可以取得一定的優勢 那後期的話可以配上精冠技術 減少這個騎兵的佔用人口 讓自己可以爆出更多的寶兵單位 還有自己的騎士單位 那可以減免15%人口的關係 所以喬治亞人 也可以減少一堆騎兵單位之後 爆出更多的經濟也是可以考慮的 那喬治亞人還有比較有特色的東西是強化教堂 強化教堂可以在教堂旁邊的十九格內 獲得村民這個10%的工作效率 所以村民的工作效率呢 會比這個亞美尼亞人工作效率還會好一點點 那喬治亞人後期主要還是打這個步兵加騎兵 那工兵路線稍微弱了一點 不太建議使用 那因為他有火槍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工兵單位的話 後期轉火槍也是ok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斯阿富人 那斯阿富人最大的特色是他農田的效率 有非常快速他的農田效率呢 有15%的工作效率的提升 所以斯阿富人的種田速度 現在是應該有可能會有點超越波蘭的感覺 那這個還沒有大家去實測 所以也不確定到底是波蘭還是斯阿富人 哪邊的肉類經濟最好 那斯阿富人呢 他有這個工程器單位的木材減免 不是木材 好像是全體減免 所以他的工程器非常便宜 所以斯阿富人後期主要是打騎兵步兵 工程器為主文明 那他的步兵呢 還有王家四仇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單位 獲得擴散傷害的一個能力 所以斯阿富人後期打步兵配上工程器 是一個蠻可怕的組合 但是要很擔心對方的火炮文明 但還好喬治亞人這邊只有火槍 並沒有火炮 所以斯阿富人真的遇到後期 需要使用工程器的情況下 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 那我們先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我們先看到地圖的部分 金礦在左邊 然後手在下面 果子在上方 還有石頭 那看起來黃劍的部分稍微有點慘 都在正前方 這個黃劍的位置就其實不太OK 那會比較建議 打一些強軍事 把對手壓在家裡 出來就行 或是城堡時代 趕快插城堡 插在這個位置 高地堡 守這個三片矿區的區域 那前期來說 他小微是很簡單 只要再圍一下 所以直接圍到底 這裡圍過來 這裡圍過來 金礦遺留在外面 這樣圍過來就可以了 那不管怎麼說 圍的地方還是蠻多的 但至少還可以小圍 甚至更果斷一點 這樣子 哈哈哈 圍格超小的 那喬治亞人的話 他這邊地圖看起來 跟斯拉夫人是差不多的 但他的一個好消息是 有一塊金在偏左邊 而不是像斯拉夫兩個都在正面 那石頭的部分則是在後方 木缺的部分則是只有兩片 跟斯拉夫人這裡有三片不太一樣 不然第三片有點遠 那其實來說他也是有三片 一個在正前方 那目前看到 喬治亞人這個地圖方面 看起來也是跟斯拉夫人是差不多慘的 我們都大概是三四十分的分數吧 地圖分數非常的低 好那這邊有下了一個馬就 後面待會可以再下一個 看他不要轉工兵喔 但現在這個情況 還有兩隻羊 可以繼續吃 先撒農田也OK的 雖然有羊 但撒農田先撒下去的話 會比較更安定一點 自己的肉類或許會更快 畢竟你吃羊的效率 六到八個人是極限 再多上去的話 肉類的或許就會有點卡卡的 畢竟這個村民會在旁邊走來走去的 所以盡量吃羊的時候 大家六到八個人去吃這個羊肉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看到 這邊是斯拉夫人 被拿到的首殺喔 而且死了兩村喔 有一窗還死在了旁邊的樣子喔 剛剛看到這邊有在開戰跡象 這個是血跡嗎 不是 看錯 好 目前斯拉夫人也是轉出了肉碼 加上槍兵的防守選項 攻兵路線還沒有那麼早下 好 這邊先互打一下 交換了一下肉碼的部分 肉碼換掉 這邊趕快拉扯 回頭再打一下 後面槍兵戳到了一槍 好 回頭先把槍兵解決 但是肉碼還是被戳掉了一隻 哇 這一波交戰 喬治亞人拿到了一些優勢喔 兩村的一個領先 好 上面高打滴 反擊了回去肉碼 好 左邊這邊 敲一下木牆 要敲破來救裡面的肉碼嗎 應該是沒什麼機會喔 這個要活到 出去的話可能要撐到城堡賽 斯拉夫人這邊再轉出了一些肉碼出來反擊 好 高打滴 打一下 OK 終於把喬治亞人這邊的肉碼全部解決掉了 看起來喬治亞人這邊控兵控得很好 好 那這邊黃金有在挖 7個人挖金有點多 肉類部分還跟不上 好 稍微收村一下 哇 這一村可能會被收掉 哇 這就是正常人喔 跟我們昨天看到的Viper完全不一樣 馬可可能還救的回來 一般玩家救不回來是正常 好 那看到喬治亞 這邊是升到了城堡時代 斯拉夫人這邊也是升上去 時間大概差了快一分鐘 但還挺接受 不要超過兩三分鐘都還OK 好 這邊是直接圍到底 好 圍一個比較大的 好 連金礦都一起圍住 好 那看到喬治亞這邊是點炸了 一個城堡時代 之後可能會轉個騎兵暴 直接打這個騎士 那目前看到喬治亞人 他們的玩法META開始在做改變 就是一樣城堡時代獻出騎士 然後承認中心3TC開農 強化叫很快補 然後第三個承認中心去補在這個地方 再去挖石頭 哎呀 這邊有一隻村民又被抓掉 哇 現在是2比2的一個戰績喔 好 這邊騎士直接撞到對方的槍兵 槍兵第一時間攻擊到後方騎士 上方洛馬也被解決掉了一隻 但是有高打低的優勢的斯拉夫 所以洛馬是有打贏的 但是下方騎士又在過來補了傷害 殘血洛馬並沒有收下 哇 這一波交戰的斯拉夫人 有點 算是小賺喔 那為什麼說斯拉夫這邊是小賺 是因為這邊偷到了一村之外 然後又偷到這邊騎士出門的時間 那這樣的話就會讓斯拉夫的老頭 在這個時間點出來 對方騎士就沒有辦法第一時間來攻擊你家的門口 或是給你更大的壓力 好 那喬治亞這邊果然是3TC開農 斯拉夫這邊在猶豫要不要開TC嗎 我覺得前面開個TC不錯 這個位置 或是直接開在墓區的位置 這個地方手續也OK的 好 這邊著想一下 好 三隻騎士過來 好 這邊打一下 想要抽掉殘血洛馬 但是沒有拿下 有點可惜 好 這邊帶回頭 打一下 但是這一波反打 斯拉夫人不太OK 哇 但是還好 喬治亞這邊有點失誤 兩隻騎士被刀牆掉了 然後有一隻老頭被解掉 好 那這樣交換比來說 斯拉夫還沒有到非常歸 至少有賺到兩隻騎士 那現在沒有騎兵跑速的關係 所以現在一直被追著打有點難受 好 斯拉夫這裡補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村民差距現在差距五村而已 現在還有機會可以 往回一城 現在他的肉量真的太誇張了 六百多肉啊 我的天 呵呵 斯拉夫又回到了當初的那個斯拉夫 當初的斯拉夫就是這麼誇張 但確實喔 我也覺得該給斯拉夫 這個肉量回到15% 畢竟現在有這個新文明喔 波蘭啊 有這個肉類霸主地位喔 已經 被取代掉了 那斯拉夫人現在變成15% 可能有點會比這個波蘭更多一點的感覺 那斯拉夫人喔 他也算是一個蠻可惜的 半馬國 雖然他的寶兵是這個貴族鐵鞋 但是他並沒有遊俠 雖然有三級馬卡也有品種 但沒有遊俠的關係喔 就變成斯拉夫人喔 勢必得要打寶兵喔 才可以打出他這個騎士的優勢 不然只靠重裝騎士 斯拉夫人的馬國優勢 並不是像遊俠國那麼巨大的 畢竟斯拉夫人也沒有駱駝這個單位 但是後期有這個槍兵配王家四仇 就挺給力的 好 這邊肉嗎 不是肉嗎 騎士在這邊鬧一下農田 讓這邊農田全部斷肉 這樣子的話讓對方收穿喔 讓喬治亞人就可以賺到一些經濟優勢了 喔 結果這邊直接把自己關起來 好 後方 騎士數量好像有點不夠多 老頭趕快拉過來 招搶一下 兩隻騎士直接衝到前方 開始對老頭進行輸出 被刀到了一隻老頭 前方老頭直接被打掉 但是有幾隻騎士逃了出來的關係 好像還能打 這隻殘血的 可以繼續補血 他想收掉殘血的騎士嗎 後方老頭 老頭能保住嗎 多帶CD 不能遭翔 只能撤 哇 又抓一隻老頭 再一隻 哇 老頭全被抓 好虧 斯拉富人這邊臭民術已經落後了非常多了 來到了15村左右了 那斯拉富人在前幾次的改版裡 獲得了老頭增加20%的移動速度 所以現在斯拉富人的生旅 是移動速度最快的生旅 但依舊還是跑不贏騎兵單位的 那斯拉富人這邊有點經濟失調 要趕快開下第三個城市中心才行 好 那這一波打完喬詐人 繼續爆出自己的騎士 那有人會說那寶兵什麼時候打 那當然是挖出地跟城堡的時候再打 那盡量不要太刻意使用自己的寶兵 這邊肉馬直接一個高打滴 兩刀砍死一隻老頭 哇 好痛 這隻肉馬鑽爆了 喬詐人這邊是補下了更多強化教堂 那強化教堂在這邊分布的話 這邊所有的村民的工作效率都獲得提升 可以看一下喔 這邊工作效率是0.88 喔 這個是布城 這不是工作效率 這移動速度 那工作效率的話是要看這個 這個是他的工作效率 那墓區的工作效率是14...70幾% 比羅車這麼近還是一樣 但這個CM模擬器的工作效率 就稍微看一下就好 他並不是一個... 怎麼說 非常準確的一個數值 所以喬詐人強化教堂的工作效率 提升10% 這個感覺 感覺是需要再上調一點點 可能要變成15% 會更有感 被建議喬詐人要爆出大量騎兵 自己的農田要撒得夠多 黃金需求量也是需要非常龐大的 OK 看到斯拉夫人這邊轉出了槍兵的升級 3TC也補下了 但村民差距現在來到了100村對上75村 斯拉夫人現在有明顯的兵力上的弱勢喔 喬詐人這邊兵比較多 但是不敢上 反而是回到了高地 想要來反擊一波 打得非常的穩健喔 好那這邊兩邊互打 但是斯拉夫人這邊有二級攻 二級防 但是喬詐人這邊連一級防都沒有 坦度跟傷恩來說是完全打不贏這波會戰的 但是結果後面補下了更多騎士 用自己的數量開始反擊了回去 斯拉夫人轉出了很多長槍兵開始往前衝 後方有一隻老頭想要偷減生物 但是被喬詐人的肉馬直接收掉 現在是打一個超級多線喔 然後我們都在互相傷害 好再跟城堡蓋起來 這邊防守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這邊騎士可能有點難跑囉 唉唷 突然還是跑掉 好 這邊有非常多的 槍兵開始往這邊衝 這邊還有一個新的強化教堂 斯拉夫開始給對手壓力 爆出了更多的槍兵跟騎士 那這個時間點喔 斯拉夫人可能認為喔 這個喬詐人已經點帝王時代了 所以想要打一個帝王時代升級的時間差 打出一波優勢來 這個進攻通常是要搭配投石車 不然就是衝撤 進行攻擊喔 不然你只靠騎士跟槍兵的話 很難傷到喬架了 畢竟人家的強化教堂 也可以裝十個人 車身中心是十五個人 每個地區都可以裝載二十幾個人 要傷到村民 只要有正常的收穿是比較困難 好這邊轉出工程器裡面的衝撤 那衝車直接頂掉大片農田喔 也是相當好的幫手 好喬詐人這邊反擊回去 老頭這邊補血 有招想到一隻 但是雖然死在太多 但是喬詐人已經打出自己的寶兵 莫娜絲怕 沒五隻騎士或沒五隻的莫娜絲怕 都會增加一點的騎兵傷害啊 好但對方的槍兵雖然還是很多 衝撤已經過來 但左邊有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這根堡加上莫娜絲怕應該是能守得住 好喬詐亞這邊農田來到了一千六百肉 肉雷非常可觀 莎夫人請 請全國之力開始進攻 肉雷已經快要見底 黃金雖然還很多 但是自己的軍力有點不太夠 食物不夠 戰爭是很花食物的 也很花錢的 好 那往前 繼續往前頂嗎 哇這裡還要繼續喔 痾 殺婦有點上頭啊 剛剛強化教堂也是做到一點事情 感覺喬詐亞人打反擊防守 是一個不錯的文明選擇 畢竟自己的農田效率也不錯 而且這個寶兵 莫娜絲怕 數量異多也要大量支援 所以防守反擊的策略 對喬詐亞人更適合一點 好這邊 莫娜絲怕往前開頂 現在數量來到了16隻 16隻的話 攻擊力就是加3喔 這個攻擊力12加4 哇 加1攻 等於12加4 16攻的傷害啊 一般城堡時代的騎兵 都只有10加2而已 12攻喔 你看他在這邊 就可以到了12加4 待會數量再過 再加1 然後再加2攻 12加6 18點的傷害啊 嗨 我拿死他 一般的騎士 完全無 無能披抵啊 好 後面用了一些輕騎兵 抓掉後方老頭 但是第一時間 自己的肉馬也是 被後方槍兵給戳掉 後方又補了 更多的重裝場槍兵過來 感覺喬詐亞人這邊有點 潰步成軍 對方 斯拉夫人的步兵 實在是太厲害了 OK 現在喬詐亞人 算帝王時代 還需要一點時間 再會移上帝王時代 看要不要先補一個大血 趕快去點一下化學 轉一下這個 火槍兵 去的時候對方的騎士跟 槍兵都有一定的傷害 那為什麼要出火槍 是因為現在出火槍 避免對方直接爆一大堆步兵 上前戳掉自己的巨頭 不然你的巨型頭時機 可能還是要用莫娜斯他進行防守 如果你的莫娜斯派亞雖然不夠多 對方槍兵這能多到一個步行 還是會被直接戳掉了 所以這裡要不要看槍兵 就是有點看 直槍兵 轉火槍 就是有點看個人遊戲風格 當然 敲架人這邊也可以直接 上到這個三級攻 三攻精銳 把這個傷害提升到最高 直接用火力壓制長槍兵 也是可以考慮的 這也是一個比較直觀的升級方式 比較不會有那種轉兵焦慮 或是轉兵的疑慮在 好 那左邊有萊陀騎士過來 搜尋 我會搜 後方喬洋教堂也可以躲人 OK 喬治亞人這邊看到 但是他是想收到後方城堡 還是被擊殺到一些村民 但正前方的槍兵數量已經 減少到非常多 OK 那喬治亞人看到這一波的交換 自己打出了一些優勢來 但左邊有點被騷擾到 還是轉出了巨型托斯基 那火槍兵的部分 可能就不用生產了 但這個喬治亞人 怎麼還沒有升馬鎧 剛剛講我就升了 OK 好 但喬治亞人在升級第一級的馬鎧 但是斯拉夫人現在升級三級馬鎧 一級對上三級 斯拉夫人的貴族鐵騎好硬 天生近戰防禦四點 但是精銳的莫娜斯塔近戰防禦有三點 所以一隻 是五點 不好意思 講錯了 他是精銳了 靠腰 精銳是五點沒錯 一開始是三點 然後變成五點 精銳之後還有再多加兩點的近戰防禦力 斯拉夫人是再加四點 所以如果斯拉夫人也可以點下精銳貴族鐵騎的話 是八加三 近戰防禦十一 對上莫娜斯塔十四點 加上八點傷害 二十二攻 所以莫娜斯塔 打貴族鐵騎 還有十一點傷害 非常的兇狠 好 這邊溜了幾隻肉麻 到了斯拉夫人家裡 開始做一些騷擾 確實擊殺到一些村民 讓斯拉夫人的經濟開始下降了一些 好 斯拉夫人的健壯 家裡有點BBQ 自己要趕快往前衝 哇 這個家裡完全是空塵器 要不要轉一些槍斃在家裡擋呢 不轉槍斃 只靠收村有點痛苦 好 這邊斯拉夫人補下了三弓 經濟有點歸零喔 木材歸零 食物有點少 喬治亞人這邊木頭五千多 經濟非常的優勢 這邊奪獻莫納斯帕出來之後 感覺斯拉夫人 不太好打了 好這邊趕快繼續輸出 這根堡應該可以修的回來 但是存不太少 看要不要再多拉一點 這邊過來的話就可以修的回來了 好像沒有這個念頭 好吧 看起來還是要送掉了 這根堡 這根堡也是挺可惜的 建在這個平地 那如果建在高地的話 傷害就會高一點 好 那喬治亞人這邊馬上補下了攻擊力 那為什麼喬治亞人不先升防律力 主要是因為 近在單位互打的情況下 防律的效果沒有這麼的明顯 被建議三級公司增加兩點攻擊力 那喬治亞人呢 這邊馬鎧 三級馬鎧是只會增加一點的近戰防御力 所以兩邊近戰互打的時候 攻擊力是優先大於這個防御力的 那當然也是因為兩邊都是近戰單位的關係 攻擊速度很快 猴之攻擊力的話是優於提升防御力的 好這邊來到了41隻 莫娜斯帕 攻擊力18加4 好這邊精銳貴族鐵騎也要up上去 沒想到喬治亞人這邊反擊打得非常漂亮 人口將近快來到200人口 點下了金冠技術 阿茲諾騎兵阿 阿茲諾騎兵點下之後 其實騎兵的消耗人口就不會這麼巨大 就可以爆出更多的莫娜斯帕 開始往前A了 好這邊巨頭架了起來 先開拆正面的建築 斯拉夫人這邊經濟回農一下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主動進攻 稍微打個手勢 精銳貴族鐵騎已經升級好了 槍兵開始往前 貴族鐵騎也是往前 想要上高地 OK第一時間站上高地的槍兵 做出一些傷害 後面的貴族鐵騎直接開打起來 兩邊的總血量是差不多的 但是貴族鐵騎這邊被招牆掉了幾隻單位之後 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後面有更多的莫娜斯帕補的上來 斯拉夫這邊貴族鐵騎數量已經不剩十隻左右了 哇這邊這個包夾看起來 沒救 大家出了 GG 莫娜斯帕後期的一波爆發 真的太強大了 當然他的弱點還是需要城堡的保持 很可惜 斯拉夫人這邊沒有在前期開隆起來 把這個巨頭趕快出起來 讓對方的寶兵很難出 只要讓莫娜斯帕沒有辦法穩定成型的話 喬治亞人的一個大招 也不是大招 他的主力就會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喬治亞人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保留自己的城堡數量 盡可能不要讓自己的城堡被拆掉 才是他的核心的重點 不然喬治亞人沒有莫娜斯帕 他只打寶兵跟火槍 要撐到後期 打這個騎士跟火槍 要撐到後期真的是不太可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喬治亞人 拿下了非常多資源的勝利 總共資源量贏了大概9000 軍事方面則是拿下了非常更多的KD 1.32 大概贏領先0.5KD 領先0.5KD也是滿不容易的 但是因為塞阿富士出了更多槍兵的關係 有一些槍兵也是被強化教堂跟城堡給射掉 所以KD看起來沒那麼漂亮 而且喬治亞人這邊多信打得更是漂亮 這個肉馬一直在後面串 擊殺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看這邊戰純就知道 殺了53隻村民 所以KD會漂亮也是摩基隆的事情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KD